接下来让我们学习一下cp这个终端命令 同学们cp啊是英文单词copy的缩写 它的功能可以复制文件或者目录 来让我们看一下cp这个终端命令的基本用法 首先我们敲一个cp 然后呢加一个空格 再接上我们要复制的原文件 再加一个空格 然后跟上我们的目标文件 所谓目标文件啊 就是我们希望把原文件复制到哪里 并且叫什么名字 来让我们回到乌班图 老师给大家演练一下 首先老师在终端中敲一个tree空格 这样是不是可以查看一下 我们python用户加目录下的目录结构 对吧 那现在老师回车 大家看啊 回车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在文档目录下有一个readme.txt 这个文件是老师备课的时候 已经准备好的一个文本文件 那现在我们先打开文件浏览器 找到文档文件件 大家看是不是有一个readme.txt 如果我们双击 大家看会打开一个类似于我们 windows中记事本的软件 这个软件呢 叫做gedit gedit就可以在乌班图下面来非常方便的编辑一个文本文件 那现在老师在这里增加一段文字 哎 加一段英文 然后呢 按一下controls就可以保存文件 其中有一个细节 同学们注意啊 老师如果编辑了这个文件之后啊 大家可以看到在窗口的左上角是不是有个星花 这个星花就表示当前这个文件被修改过了 如果老师按一下controls 也就是保存文件 来我们看一下热键啊 来选择文件 大家看保存文件对应的热键 是不是controls加s啊 那么我们用controls保存了文件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名左边的星花就没有了 好 简单的给同学们介绍了一下gedit这个软件之后啊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cp这个命令上 现在老师提一个需求啊 同学们 我们现在的目标呢 是把文档文件夹下的readme.text复制到桌面上来 那怎么做呢 同学们看啊 首先敲一个cp 然后空格 现在我们的原文件 是不是呆在用户加目录下的documents文件夹下面 对吧 因此我们要敲原文件啊 首先敲一个波浪号 然后斜线 这个呢 是表示用户的加目录 再敲一个doctype 是不是就可以补权了 然后我们敲一个rtype 所以你们看啊 现在我们要复制的原文件啊 是用户加目录下的文档目录下的readme.text复制 我们要把这个文件复制到哪里呢 哎 我们要把这个文件啊 复制到当前这个桌面文件夹 那既然是当前的文件夹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敲一个点 敲完之后呢 老师加一个斜线 然后写一个readme.text 好 现在老师回车 大家看啊 在老师回车的一瞬间 桌面上是不是多了一个readme.text 如果我们双击用ge.edit打开 来 同学们看 这个是不是我们刚刚在文档目录下编辑的文件内容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同学们注意一下啊 在ge.edit的窗口条中会显示我们readme.text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 哎 是在用户加目录的桌面文件夹下 对吧 哎 这个就是cp这个终端命令的最基本使用 我们首先敲一个cp 然后呢 接上一个原文件 再接上一个目标文件就可以了 那现在老师啊 给同学们做一个扩展啊 同学们看 我们原文件是叫readme.text 而现在复制过来的结果是不是也叫readme.text 那能不能简化一下呢 来 老师再给同学们做一个扩展啊 首先老师把桌面上的readme.text删掉 删掉之后 我们再敲一个cp空格波浪号 然后敲一个doc 我们先把原文件写上 同学们 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不是要把readme.text复制到当前这个文件夹下 对吧 当前文件夹下面是不是敲一个点 然后现在注意啊 老师就直接按一个回车 大家看 在老师回车的一瞬间 readme这个文件是不是也复制过来了 那通过老师这个演练的话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当我们使用cp这个命令 想要复制某一个文件的时候 如果文件名不发生改变 我们是不是在后面的参数 只需要指定目标路径就可以了 这个是cp命令的一个简化使用 好 讲到这里啊 老师呢就给同学们介绍了一下 cp这个终端命令 最简单的使用 用cp命令 复制一个文件 如果文件名不想发生变化 我们直接指定目标目录就可以了 那现在老师就暂停一下视频